来 我们试一下哈 那个柴鱼的味道超级无敌香了 而且我觉得啦 它跟Cate Apps也好 McDonald也好 比较下来的话 它炸鸡的份量大很多耶 哈啰 大家好 我是Gian 陈佳燕 不是Gin 不是Ginny 是Gian 上一期的医院 你不知道的美食 你看了吗 讲真哦 上一期医院 真的是有surprise到我 既然Eon有那么多的美食 这一期 让我们继续挖掘下去 看看Eon还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美食 让我们看下去吧 除了上一期开箱的 Eon Local Food之外 其实Eon还有很多 Western Food的哦 我们最常在Eon看到的 都是Pizza 重点是 Eon的Pizza可以一片一片买 价钱大概是 4块多左右 如果一整粒12寸的话 就是24块左右 到底24块便宜还是贵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Pizza Hot呢 一粒12寸的Pizza 大概是要28令吉左右 然后Dominos的话呢 好像是40到50令吉左右啊 所以在价钱上这一点来说 Eon Pizza Win 价钱它是饮料 到底味道如何 我们来试一下 哇 它尺寸超级无敌大的 来 我们来试一口啊 它的料很多 然后起司呢 也没有令氏 给你很多起司 一咬下去呢 它有这个洋葱的口感哦 有脆脆的口感 然后这个黄梨的甜味 而且这个尺寸呢 我觉得超得意 一片是快多 很值得买 如果呢 硬硬要加一个缺点的话啦 它平时选择就没有像 别的连锁点那么多咯 它就只有这种 厚身的罢了 可是因为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吃这种厚底的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 OK 没太大分别 来 下一样 下一样哦 一样的炸料 也是同样不能小看的 而我今天呢 就买了这个炸鸡盒那个 而且呢 那么大块的炸鸡腿哦 也是大概 3块多左右而已 哇 看它酥脆的外皮 我们现在咬一口 一整口肉的感觉 超爽的 就是3块多这个size 这个份料 我觉得它是很值得的 可是我觉得它有一点油啦 如果它变成油的话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棒 而且哦 我觉得啦 它跟KFC也好 Mcdonald也好 比较下来的话啦 它炸鸡的份量大很多 嗯 好 下一样 nugget 好 我个人超爱nugget的 而且哦 这个nugget哦 它有 123456 6块nugget 又送多一个free gift 这个mayonese Japan style 诶 4块多的价钱 我觉得也是蛮得意的哦 外面找不到这个价钱吧 切一口钱拿啊 嗯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味道也蛮不错的 以前呢 我中学时期就很喜欢去EON 买那个sushi吃啊 我喜欢1块1块的买 1块大概是1块钱到2-3块左右啊 是很便宜的 如果你不想自己选择的话呢 可以买一整set ready好的 它价位少过10块的也有 2-30块的也有 而我今天选择的呢 是少过10块钱的 Jset Sushi 你不要以为哦 哈 少过10块钱的 会不会给你那些都是蛋啊 那种chip chip的食材 诶 没有啊 看到吗 你没有这个小们啊 来 我们试一下哈 哇 哇 好吃到这个花盆跌哦 来 放回原味啊 而且它饭哦 不会是一拿起来就散掉那种哦 所以怎么样还是OK的 我觉得你不能把它跟那种可能很高档的寿司店比 但是也就价钱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它的那个小们呢 不会说是不新鲜啊 坏掉 没有的 只不过我觉得那个花盆 醋的味道给要重一点而已 基本上是OK的 好 吃完sushi过后呢 我们来下一样 来 下一个呢 我们吃饭团 我们今天呢 选择的口味是 Epico Mayo 不要以为呢 饭团呢 只有在Family Mart有OK 医院也有饭团的 它的纸菜哦 还是脆脆的 不算那种软软啊 还是肉丰了的 而且各位看 它的料很多 价钱只需要 3块半而已耶 所以价钱上呢 它是比Family Mart更加便宜的 而且它的口味呢 也不属Family Mart 如果上班族啊 你不懂要吃什么啊 去Eon买一个3块半的饭团 就可以解决了 嗯 不错 好 接下来呢 来到我最期待的日式料理 就是 登登登登 日式大阪烧 基本上大阪烧的东西哦 我很难在别的地方看到 除了在Eon 那个柴鱼的味道 超级无敌香的 价钱只需要5块半而已 诶 大阪烧不是一个便宜的料理好不好 里面呢有这个满满的包菜 还有这个章鱼耶 嗯 它的味道呢 就好像章鱼丸子这样 而且隔了那么久哦 我依然吃到里面那个包菜的脆度 还有那个章鱼的鲜度 还有QQ的口感 而且呢 看起来就很多酱汁哦 就觉得会不会很咸 不会很咸诶 刚刚好 这个是我今天的VIP 超好吃的 而且它的分量哦 也不会讲很大很多 我就扶我一个人来讲啦 这个分量刚刚好诶 哇 这个好吃 好 吃过了两集医院美食 我来做个总结啊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MVP 应该就是 这一款 医院日式大阪烧 首先来讲啦 它价钱5块半 真是很便宜 哇 分量也刚刚好 而且超香 也不会太过的咸啊 所以这一款 医院日式大阪烧 超值得推荐 你们去尝试的哟 对对 而且我觉得呢 医院的美食哦 算是隐藏版的 讲真的啦 我们平时去医院哦 都是gocery shopping而已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吃的 通过这两集介绍过后呢 我们真的发现到 原来医院也有很多好吃的 那如果你下次去医院的话呢 也不妨挖掘看看 到底还有什么隐藏版美食 我们也可以等疫情好转过后呢 去医院 food court 挖掘美食 因为听说哦 医院 food court也有很多美食哦 好啦 这一期医院你不知道的美食 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如果你还想看我开箱 哪一间supermarket的美食 也不妨在下面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了 吃完炸料过后呢 要吃什么呢 我想一下啊 这什么啊 还是我中学的味道耶 医院 满满 我都好骗啊 你们有吃掉吗其实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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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在想我们呢 那你懂哦 我对你们没有太大信任 你懂吗 我真的没有太大信任 我也想看你 有什么人 你想看我 我最近一直在这边 这边 我